Hello, 大家好, 欢迎再次来到Elsa 和我的葡萄牙生活频道 最近我们两个很喜欢看香港的YouTuber发的香港商场 或者街景实况的视频 可能真的很想念香港, 几年都没回过去 那我们今天也在这里拍摄SATUBO的商场情况 让大家对比参照一下 今天带大家来看的就是SATUBO市里面的El Leggo商场 El Leggo在全葡萄牙都很常见 在不同大小城镇都有开设 除了我们这里的屋邨只有三多间商场之外 El Leggo可以说是唯一最大和最似仰的商场 算是相当有代表性的 这段视频是12月11日, 是周末 临近圣诞, 但也不是最旺的日子 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人流 但最旺的始终都是食事 大家看了一会儿了 和香港相比, 你觉得我们这边的情况如何? 这些灯色可以吗? 人流呢? 另外, 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些在香港很常见的商铺 在这里都有呢? 或者是你去欧洲旅行的时候 看到一些很好, 你觉得很喜欢的商铺 但香港没有开店的呢? 可能我们在这里, 可能我们在这里 也有的 可能我们在这里, 可能我们在这里 也有的 这些商场街景实况片 绝对不能一触而遮 一定要拍两次或以上 我们除了在星期间的时候 拍过一次之外 也在5天之后 再带大家来同一个商场 看看 大家留心点看 看看5天之后 在一个闲日的时候 这个商场的情况 有没有很大很大的不同 大家见不见到和5天之前有很大的分别? 会不会见到很多鸡铺 整个死场那样呢? 其实在疫情之下 再加上受到乌俄战争的影响 百物腾贵 我们这边的经济情况 这几年都不太好 好像近期 我们在超市门口 或者商场那里 是见多了很多闻人黑钱的人 那我们为了应对的情况 除了自己开完折留之外 就是随时预备一个省纸包 将零零碎碎的税银 放在里面 给有需要的人 毕竟我们老远来到葡萄牙 都是希望能够平平安安 开开心心地生活 再打开心心地